亦轉了一轉口味 去到意大利夾組聯賽 就柏爾瑪對著AC米蘭 柏爾瑪狀態很差嗎 叫他回回一點點 即是好一點點 但兩場只是和球 暫時打5場5分13位 不叫做差也不可以叫做好 你說他剛剛那場 再也能夠和熱難也有交代 不過無可可否用 今屆的柏爾瑪人腳上不及上屆 有肌肉雲高壓陣 但這場球作客成為和熱難也有交代 其實射門、控球 甚至他多了對手 射門一樣多11次 控球指數還有5.3 尼斯米蘭總結海仔 2-0傾取對手 贏了卡里亞里 卡里亞里大家都不懂作客 入球不多 這場球最終真的開了小 我跟習採Dino也看得很小 這場球最終開了 但尼斯米蘭呢 這場是聯賽開了齋 但是要作客 對柏爾瑪 另外最慘的是 歐聯 他們對一隊 同樣在第一個比賽 是輸球的申尼特 這隊不是人飲品的 雖然是輸球 但申尼特其實那場球 有很多機會 對著馬拉加 而現在 第一場自己對著安德烈截都贏得 那麼 在歐聯就一定要想贏 其實在這場球 你覺得尼斯米蘭會不會有點流放 你覺得尼斯米蘭的跡象呢 應該 我想 也有 其實看他們本身已經有很多傷兵 是啊 那你載得那麼少人 還不斷打殘那一班 就不行了 所以我覺得會輪流踢 這場球 再拍二馬 我預計他會 擺在歐盤盃 比較重要 所以盤都只是他們養平盤 對 拍二馬 主場受人平盤 早盤 八五馬 入球大小 兩球盤 大造零六 到現在盤沒得怎麼變 入球大小就落到六 兩球兩球盤 大造九 好 我不相信A.C.米蘭現在夠膽薄 就是會將周中對著卡里亞里 那班球員全部推著 又踢這場 然後下個星期對著新尼 又踢 因為那班算是主力 不用說夢對利和 防守中場是迪壯 前線有柏仙尼 另外中堅方面也有 麥薩斯 艾比亞迪等等 現在A.C.米蘭數來數去都只有這些 當然還有幾個好的球員 諾西連奴 擺後備席 另外羅賓奴就已經可以復出了 剛剛在周中那場對卡里亞里 都有後備入體的 你怎麼看 我看入球勢 雖然兩球兩球半 但我也覺得入球勢 因為始終一隊拍二馬主場 不是那麼厲害的球隊 那隊A.C.米蘭又要留力之下 很大機會入球勢 對呀 怎麼打球呢 好呀 那就試試入球勢吧 我也覺得這場球 A.C.米蘭也不是很樂觀 但你說讓得平半 受讓不多的情況 我又不敢要拍二馬 另一場再次 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 祖雲達斯對著羅馬 這場也屬於前列大戰 不過羅馬近方比較差 祖雲達斯週中 零比零和了費倫天娜 如果挑剔港的話 就不合格 因為祖雲達斯整場球 我也很少見 只有三次起腳 我真的很少見 很少見 算是近期打得最頑皮的一場 前線那天 其實陣容都是用3-5-2 用肌肉雲高 搭著哥利亞列娜 工事上 製造工事上 比較差 當然也引證了一件事 不能一面倒去看 就是費倫天娜 今年是多硬 今年費倫天娜真的不錯 所以他們在主場 居然壓住了雲達斯 十三次起腳 其實這件事 可以看到端倫 就是覺得費倫天娜是不錯 當然總管達斯 現在在原賽 用了唱一首歌 叫做《無敵是最寂寞》 即是他當贏 你說他跟拿波里還是叮噹馬頭 但露兒之馬 我覺得他跟拿波里 還要對手下半場 四十六分鐘 以馬里斯卡兩黃一紅被續打 打小過都打 贏不到 阿杰仔羅馬照的狀態 真的有點回落 是啊 以往主場突加球隊 今天主場好像不懂得贏 所以你說狀態好不好 當然一定不好 但我覺得要作客贏卡利亞 現在狀況正如你所說 他都像韋根 作客全部會贏 作客贏國偉 作客贏卡利亞 但是主場又少少少 博尼亞 又和了森多利亞 又贏不到卡塔利亞 走向很有趣 反而他真的 那一場 他就可以作客贏了卡利亞 你真是猜不到 所以這場 你怎麼看呢 你是不是都是總雲達斯去看過 我看了總雲達斯 因為雖然總雲達斯有歐聯後顧 但是看回指數不是多 因為早盤總雲達斯是半球700 又是大小三號半 但是做98 現在就升到上半一 那就做81 又是大小就沒有變 半一我覺得正路一點 雖然有一場歐冠 但是對手不是十分厲害 有主場之力對撒克達 我覺得羅馬以往主場 往往拆盈幾球 他今年都贏不到球 雖然昨一刻你贏到國米 但是講了國米今年主場 我都贏過球 所以這場球 我始終稱高一點 我看到總雲達斯贏球 好 接著講完這場 我也喜歡總雲達斯的 講下另一場西亞賽事 也要講講究竟西維爾 對著巴塞又如何呢 西維爾這屆當然 最厲害的那場代表作 就是贏王馬 但剛剛他們不能夠 否認他們今年是回升了 上一場作客 我們都看好他 能夠二比零 興取拉科魯尼亞 當然啦 鎮中來說 尼甲道 以及拉傑迪相當好 兩個球員上將都入球 巴塞 對著格蘭納達 混水 其實 打到87分鐘 92分鐘才入球 還有這場球 引發了一件事 就是美斯罵鬼 罵人 另外就 似乎 球員之間有些爭執 有些爭執 那巴塞 其實這麼好成績 都 這樣 近期覺得 有點醜醜 沒有醜 因為以往太順 可能是板板先贏兩三球 那場球我們極力推介 小 真的小 而且你這麼純才贏 一定會心急 會心急 所以這場球 你又看西維爾主場 我喜歡西維爾 這場 我喜歡西維爾 巴塞十足 又說大 三球大 做九七 現在就回來了 西維爾受贏一球 巴塞是九 如果大勢沒有變 再看回 受贏一球 我一定支持西維爾 還有西維爾的體能狀況 也是相當足夠 至於巴塞 說怎樣都好 怎樣地上最強 宇宙最強 始終打歐聯 都會作賓菲甲 上一場歐聯 大家都記得 對著莫斯科斯巴達 打得很尷尬 打到 被對手幾乎搞定 沒有就贏 和了 你都醜 所以這場球 我相信巴塞對於歐聯 一定很小心 以經驗來說 加上對著西維爾 真的不容易打 我覺得西維爾 回來好像以往的西維爾 早幾年西維爾 換句話說 傑仔 這場你喜歡下盤 我也喜歡下盤 我也喜歡下盤